為了要讓修學生了解童仔的心態 英空情龍陳靜忠和曾彥龍辦理吃米客廳 讓修學生提供為補童仔管理到修行 並且製造米是料理 修學生也用木草製造童仔郎 讓自己來討吃 保護自己辛苦所在情的童仔 在農場可以看童米產來一定生了童水 只要還等到下過就可以來採取童米 這是英空情龍陳靜忠和曾彥龍 為了要讓修學生如何了解童米的心態 他們出辦理是否確定 讓修學生對擺童仔天間管理到修行 並且用米來做什麼米是料理 待他們從二月開始擦秧 然後呢過程他們也自己照顧自己的田 那我們預計六月期待收成之後 他們會很有成就感 然後把這個米可以賣給家長 然後呢他們吃自己種的米就會覺得 就是帶他們體驗這個過程 然後也告訴他們米其實有很多的好料理 煎魚跟煎菜還有一些點肉 還有鬆餅吧 那妳怎麼會 媽媽教的 那今天要做什麼 蘿蔔糕 在客廳的現場 稍微稍微利用木草 百姓豬仔人的生股 平常像上火燒不需要用的學衷 平常炒不下跟太陽眼鏡醫療 就完成了豬仔人的製作 平常客廳來介紹 留一部的關節的用具 趕鳥 我們今天課程主要是教大家友善趕鳥工具 然後除了有這個在他們做稻草人之外 然後還有介紹就是傳統的有這個趕鳥器 那當然也有告訴他們以前傳統阿公阿嬤就會拿那個鍋子出去敲螺打鼓啊 或者是用沖天豹趕鳥炮 或者是放老鷹的風箏 對外來辦理是比客廳提供多年 勤容鎮豔濃進出 主要知道小朋友都沒有米的由來 平常吃四的習慣會改變 有時只吃素食、炸雞、米包、米條 真正有機會吃到米 能出頭過客廳的介紹和親手提供 讓小朋友了解米食得完的料理和變化 進一步來教他吃米食 我是稻草人 屁家蝦嵌為英雄哭唱不得